我只要剪完每一個被我服務過的人 剪完的時候說謝謝那種燦爛的笑容 我就覺得很足夠了 本身在十幾年前就是在做髮廊 在做髮廊的時候就會有常常一些弱勢團體啊 一些需要幫忙的人都會在髮廊來找我們說 看能不能去幫他們做一節的活動 那時候在湖口我記得在湖口開了一家店 相源的老師就到我們的髮廊 說能不能幫他們小朋友一節那些 可是他說他也跟我講說如果要一節的話 希望可以長期合作 因為他每個月都是在尋找一些設計師 我覺得看到他蠻辛苦的 四處每個月都是要去找設計師來幫忙 我覺得他說每個月配合 我就覺得這也是很好 所以我就答應了這個老師說 好我每個月一定會跑某時間來幫他們一節這樣 我這一節的車是在我 有想要做這個一節的活動的時候 就已經在想 我如何做一個行動的一台車子 可以幫助一些 就是說讓設計師或給我們服務的人 都一個很好的環境 就開始在設計 在十幾年就在設計 在這十幾年來都一直在尋找 是不是用箱形車來做預檢 或者用貨車或怎樣 在這一年的聚會裡面 就是我認識一個叫陳和煌 在台灣叫車神 我就去找他 他有跟我講有很不錯的露營車 一個古董的露營車 我說很好啊 這個古董露營車我看了之後我就覺得 哇太棒了 這就是我喜歡 從我十幾年的夢想當中的 那個想法的車子出現了 他就跟我說這台車很貴 弄得好要兩百多萬 我就說 我覺得 想要做這件事情 當然就一定要去做啦 管它兩百多萬 就把它完成 一檢車是 其實看到這台車子已經五年前的時候 有這個決定到誕生的時候 大概差不多四年半才完成 開始的時候是從去年的七月開始 這台車開始誕生 開始到偏鄉去做這一項服務 福斯這邊 它是有贊助我們一台 Amaloc的商品車 那它可以讓我們使用兩年 我是有去考這張唾液駕照的合格證 你是本來就有還是特證 沒有本來沒有 是為了這台液檢車的話 才去做這個考試的部分 特別去考的 到山上可能路比較小 還有一些把頰彎跟上坡的部分 還有可能就是路況比較小 要倒車的部分 這個都是比較困難的部分 內部的話 因為我們這台車它的 在國外使用已經大概六十年 在國外淘汰 回來我們這一邊 那我們就是以用它的年紀 年份的部分 來裝潢這台車的 配合它的一個歷史 好 我們看前面 往前面 對 還有我問妳是第一次參加 像中華動嗎 我參加過蠻多次的 我們公司也有一陣子 做這個液檢活動 其實我們還沒有這台液檢車之前 我們每個月都會去香園 在湖口的那個 類似教養院 我們都會去 就是幫他們服務 因為他們外出不方便 我自己還有每個月去關西 所以妳覺得做這樣的事情 很開心 對 而且也可以幫他們服務 妳看他們出去也不方便 這麼遠 然後我剛剛看到一個弟弟 他可以自己撿一個洞 他把上面自己撿一個洞 我就問他 為什麼這邊會有一個洞 因為我覺得這樣很帥 沒有人幫我撿 我剛剛跟他撿完 他說這就是我要的 我們CQ度快剪 唯一有真的很厲害一點就是 我們的速度真的很快 不像一般的髮廊的設計師在剪頭髮的 我們知道如何在最迅速的方式 剪完一個洞 不再怎麼不受控制 對我們來講這不是問題 因為小孩子最不能受控制 到我們快速剪髮 你會發現小孩子 沒有他 他不受控制的過程當中 幾分鐘之內 算幾秒鐘就可以把他剪完了 他再怎麼不控制 都不是問題 以前異險 簡直就是好像除草一樣 除草一樣 把頭髮就剪完了 整個真的很狼狽的就走 連剪頭髮的人 一樣全身都是髒 就是頭髮、屑、環境都不太好 在我這台逸檢車剪出來的髮型 我發現到都變好看了 整個型也有了 被我們剪的人 就感覺好像有上了髮廊的感覺 逸檢的話 應該是會做一輩子吧 因為我從事這個行業來講的話 我希望我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我希望我有那個能力來講的話 這個意見 我希望做到全台灣 也可以做到 這一輩子可以繼續的做下去 你會做一輩子嗎 我會做一輩子 呵呵 那麼要給我 我可以做一輩子嗎 你會做一輩子嗎 我可以做一輩子嗎